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没有任何参考 所以我们必须要规划好这些指标 然后做好监控 收取到这样的一个性能测试运行过程的指标 相对应的数据 有了这些数据 我们才能进行后边的更有难度的一个性能测试的分析 那所以的话呢 怎么样能够监控到这些指标 这是我们这一刻的重点 那对于指标来说 指标本身这一个 它是一个很专项的课题 我们不单纯要了解 怎么样去收集到这些指标的数据 我们还需要知道 到底我们做这次性能测试 针对这样一个系统 我到底监控哪些指标 这些指标代表什么意义 对我的这一次性能测试评价有什么帮助 然后呢 指标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数据分布 就是可能是有瓶颈的 这些东西呢 是指标这个模块里边更重要的一些这个知识点 那么后边的课程我们会专门来给大家去介绍指标体系和指标的一些分析的工作 这节课咱们的目的只是很简单的告诉大家 在Lowrunner里边 在操作系统里边 怎么样去监控我们想要的一些指标 这一个啊 纯粹的一个技术型的过程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在Controller里边 它是如何来监控指标的呢 当我们运行一个性能测试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一些收集到的一些基本的数据 这些就是指标 指标每个指标的具体意义啊 这节课咱们不重点去探讨 这边运行虚拟用户数的一种状态 响应时间对吧 每秒的一个点击数 这边呢有一个默认的 有个Windows Resource 监控Windows资源的 我们随便运行一个场景 那这边都可以看到一些数据 咱们把这个场景啊 先简单改成十个用户啊 让它简单的运行一会儿就可以了 咱们还是一千个啊 这边没有修改成功 运行十个啊 这边只要呢有数据 咱们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状态了 之前呢咱们也都演练过的 没有问题 怕吃了一个 原因咱们先就不管它了啊 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相应的数据 虽然只收集了几个点啊 但是有了这就是指标 Lowrunner默认的话呢 它会帮助我们监控 这样的一些蓝色高量显示的指标 这些蓝色的指标啊 是针对HTP协议来说的 它会去监控这些指标 如果我们开发新能词脚本的时候 选择的不是HTP协议 它监控的指标呢 默认的啊会不太一样 这个大家后边我们讲高级脚本开发的时候 大家再来做实验就可以了 那么 现在我们要看啊 这些监控到的这些指标 包括什么 响应时间啊 每秒的点击数啊 或者是啊 这个throughput 每秒的一个服务系端的响应的大小等等啊 这样的一些指标呢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点 就是纯粹是从咱们lowrunner模拟的这种客户端的视角来评估这个系统的一些基本的性能指标 那么我们讲这样的性能指标呢 它是没有办法完整的来对我们整个系统运行过程的性能进行描述的 我们除了要从客户端的角度来观察这些 所以客户端的角度看到的这些性能指标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普通用户感受到的也就是这样一些东西了 普通用户感受最明显的就响应时间 这就是从一个从客户的视角来看系统的性能 那么我们呢 最好还能够去监控到服务器端的一些指标 这是最好的 那么怎么样能够监控到服务器端的一些指标呢 有很多种方式啊 方式有很多种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那就是呢 比方说如果我们监控的是Windows的操作系统 那么我们就调用到的是Windows的操作系统的数据监听的结果 Windows本身这个操作系统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接口啊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监控它就直接收集到这些结果 LowRunner来好也来监控也好 其他的第三方的一些监控工具也好 还是说Windows自带的监控工具也好 他们呢都指向同样的一个数据收集的监听的一个结果 这个接口啊 调用的都是同样的接口 所以本质上没有区别 我们现在的话呢 先暂时放一放这个Controller 我们先来看看在这个操作系统层面究竟是如何来监听它的性能的 这个啊 不同于咱们的这个任务管理器 任务管理器呢 它只能观察到最基础的一些指标 网络啊 CPU内存的使用率 然后每一个进程的一个使用情况 它只能监控到这些最基础的一些性能指标 我们讲这个操作系统的性能指标有很多很多 单纯的靠任务管理器肯定是不行的 而且它没有办法把这些监控到的数据给保存下来 它都是只是一个实时展现的工具啊 那么在这边呢 Windows 17啊 我们提供了一个Resource Monitor 这里边呢 能监控到更加详细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它也是没有办法去保存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呢 既不是使用任务管理器 也不是使用Resource Monitor啊 事实上Windows 203以前是没有这些Resource Monitor 这个接口这个工具的 我们要去监控的话呢 直接使用咱们控制面板里边管理工具 这个下边呢 有一个叫做Performance的这么一个小的工具 中文就叫性能 打开这个性能监控器 我们就可以呢 来 监控咱们的一个操作系统的 各种各样的性能指标了 任何我们想获取到的这边都可以给我们提供 那这是Windows 7的操作界面 这个性能监控器呢 在Windows 7和Windows 203和XP XP2000 203它们的界面是一样的 Windows 7以后呢 对界面进行了一些改善 用起来呢 要方便很多了 所以呢 这个界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核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啊 在Windows 203以前的版本的话呢 在这边我们直接去创建一个技术器啊 在这边某一个菜单底下 大家自己去操作的时候 去注意看一下 在某一个菜单底下右键选择 它就会有一个新增加新的一个技术器 点进去就可以了 而在Windows 7下边呢 我们需要增加的是 在这个性能Data Collect Set这底下 有一个用户自定义或者系统啊 我们去选择用户定义的 右键选择6的一个Data Collect Set 这个不知道对应的Windows 7的中文版本是怎么翻译的啊 大家对应上就行了 那么 名称随便写 创建 Create from a template Create manually 两者什么区别 从一个模板创建相当于它呢 就这个模板里边会给我们内置一些默认的一些指标 如果手工创建的话呢 就是相当于没有任何一个指标 所有指标都我们全新自己去加 所以两者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不了解这个指标到底是什么意思 监控的再多没有意义 我们知道指标是代表什么 我们要想监控的一些指标了 自己手工一共一个加就可以了 好 我们呢 给大家讲最 这个传统的方式啊 手工的添加 那其他的呢 你就选择不同的模板吧 下一步你就选择一个不同的模板就行了 它监控的指标呢 稍微有些差别 我们呢 往前走 选择啊 手工添加 下一步 创建一个Data Log Performance Counter 然后的话呢 Invent Trans Data 事件跟踪数据 好 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添加要监控的 新能指标了 在这边有很多很多 所以对于 大家刚开始来学这个指标的时候啊 你会非常头疼 因为这里边的很多很多新能指标 你完全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到底哪些指标是什么意思 哪些指标有什么价值 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 就是要真正去理解一些有用的指标 核心的指标 其实就那么十几个 其他的很多指标 对我们的新能评估 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 我们找的是关键的指标 这一点先理解 不要被这各自各样的指标 不满大家说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把所有指标都搞明白了 也没有那个必要 我们只找最关键的那十几个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去做新能测试一样 不可能把所有功能都拿来做一遍新能测试 那个太花费时间了 我们要找的无非就是最关键的那几个 瓶颈呢 往往就出现在最关键的那几个指标上 和那个不同的那几个功能模块上 其他的很多功能可能用户很少会用的 谈不上瓶颈 即使出了点小问题 它也不会影响大局 那这就是咱们说做一个项目 做工程的一种思路 核心就是尽快的高效率的去解决问题 我们不是做科研的 把每一个东西都弄得清清楚楚 要弄清楚的是咱们的一些核心的 这个原理和方法 还有呢一个底层的这些技术 而不是呢 这一个一个重复的各种各样的指标 找的是关键的东西 OK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要点 那么比方说我们现在到底要监控一些什么指标呢 本机啊 这个不用去修改 如果你要监控远程 没关系 直接两个箭头 输入一个远程的这个IP地址 这样就可以捐控别的远程的电脑 但是有个前提条件 就是我们呢 是用管理员的权限登录过这台电脑 才可以访问 否则的话呢 是没有权限去访问到的 因为接口都是Windows操作系统 它们接口都一样的啊 所以呢 可以去访问别的Windows电脑 监控远程的电脑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默认的话 我们现在因为目前只有这一台电脑监控本机 那监控些什么呢 你可以监控 这是Denet运行库的一些指标 ASP 这里边我配置了Denet框架 安装了IS的服务器以后 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指标出现啊 好 还有后边呢 关于这个处理器的 这是内存的 这是硬盘的啊 这边 下边都会有很多具体的指标 我们随便加几个吧 随便加几个 这边就是我们要添加的东西 这几个我们不关注指标本身代表什么意义啊 那后边的课程呢 专门给大家讲的 还得花不少时间了 随便加几个啊 这是内存的 还有呢 网卡的 这边是Outlook具体的应用程序的啊 我们不用去管它 这边是Processor处理器的 后边还有啊 像Segsor数据库的啊 只有安装了Segsor数据库才会有这些指标 后边有很多很多分类了啊 那么这边温期的界面是这样的 就是呢 它会直接归类 然后下边详细的指标 但是在温州市2003以及以前的版本 它的界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这指标的名称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 大家不用特别的在意这个界面上的差别 确定 这样呢 我们相当于就监控了这样一些指标 这边有个SampleInterval 抽样的一个间隔 默认15秒钟 通常不建议大家设这么长的时间 就设个3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进口来让它频率更高的一点的去收集数据 下一步 事件跟踪提供着哪一个啊 我们呢 其实不需要跟踪事件 只需要采取数据就行 不需要这一个啊 直接下一步 这边我们的这个数据保存在什么位置 这默认是保存在我们的系统的根目录底下一个Proflog 底下的一个Admin 有一个性能监控器 在这边开始进行监控 我们点击开始就可以了 好这样呢 它就开始会收集数据 收集数据呢 就会保存在我们刚才指定的那个目录系统跟目录底下 有一个Proflog 在这个目录底下呢 就会保存我们收集到的数据 OK 好 这是关于咱们操作系统监控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温期呢 相对来说比2003啊 要复杂了一点 稍微复杂一点配置 但是问题不大啊 道理都一样的 我们呢停止就行了 那么这边呢 我们要去修改它 可以在这边直接修改它的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里边 其实我们着重要修改的是什么呢 它的抽样间隔 还有一个 它收集到的数据的一个保存的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是以一种二进制的数据保存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用基石本打开的 打开的都是乱码 我们呢 在这边直接去 先回到属性啊 建议大家把它这个格式改成 逗号分格符 CSV的格式 改完了以后 我们再去运行 它收集到的数据呢 就会是CSV的格式了 回到这边 我刚才是不是改错了 CSV啊 没问题 文件保存的目录 我们看看啊 这边有没有生存新的 怎么还没有生存 这边啊 没有办法停止啊 它应该出错了 重新来清建一遍 然后来把这个属性重新指定掉就可以了啊 这不是问题的根本 注意一下的就是咱们的这个采集到的数据输出的格式 不要用二进制的 否则我们打不开啊 没有办法去做分析 用CSV 咱们呢就可以用Excel打开 甚至利用Excel的画图的功能 这边啊 我不再重复的演示了 它没有正常的启动啊 因为这边停止的 没有办法停止 当然呢 就去改完了以后 改成一个新的属性再启动 在2003以前版本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界面啊 在里边我们可以指定它的一个格式的 利用CSV 我们Excel直接可以打开 可以利用Excel里边的绘图的这个功能 把这些数据来画成折线图 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变化趋势啊 这边的这个操作呢 我就不再给大家做演示了 大家可以呢 直接去 把后边这个过程给完成了 在你们的任何的操作系统版本上都可以的 那么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回过头来看一看 在Controller里边又是怎样一回事 操作系统本身 Windows自带了这样的一个监控工具 那么我们呢 可以在Controller里边直接调用它 我们 默认这边有个Windows资源 如果这边没有的话啊 它可能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在这边双击 这边有个系统资源 我们直接双击它 它就会回到这边了啊 然后呢 我们选择Add Measurement 添加一个这个统计数据 在这边呢 我们需要添加第一个是咱们要监控的机器 本机的话呢 当然就Localhost 如果是远程的话呢 那么直接指定远程的IP 某一台IP地址 直接指定IP地址 你要监控远程的电脑 那么监控远程的电脑 务必记得我们是可以 以管理员的身份去访问它的 这样呢 才可以监控啊 这个提醒一下 我们就监控本地啊 做一个演示 操作平台 我们是温期 这边没有温期的选项怎么办 其实随便选择哪一个都行 我们就选择威斯塔吧 跟温期接近一点 好 默认呢 它会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些性能指标 我们可以手工的去增加 我们想要的或者这些不要的 我们把它删掉就行了 好 选择 增加一个 我们看看添加指标的这个界面 长什么样 这个界面呢 其实就跟 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2003以前的版本啊 你看到界面就是windows自带的那个性能监控控具 里面打开了增加这个监控指标的界面 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OK 这是lowrunner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界面 好 我们选择这是处理器 那么这个下面是跟cpu相关的一些指标 这边呢 还有像这个 呃 内存啊 memory我们找一找 好 这边memory 跟内存相关的一些指标 这个分类啊 注意一下 这上面的这些分类跟windows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在windows里边的性能 这个工具里边看到的分类都是一样的 因为本身他们调用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接口啊 所以没有不存在差别 所以这些过程就我就不再多给大家介绍了 都是一样的东西 在lowrunner里边无非也是一样的添加就行了 确定 你添加好你想要这个监控的指标以后确定就好了 好在这边的话呢 稍微来说有一个配置 就是我到底见可多长时间收集一次数据 在configure这边配置 默认的情况刷新的时间是五秒钟 基本上如果你觉得可以 那就不用改 如果你想数据收集数据多一点 更精确一点 那么你就选择时间稍微短一点 但是也别太短 这样的话呢 这个收集数据本身就会消耗很多CPU的资源 因为它每秒钟都要收集 这个采集的过程啊 也是很消耗资源的 基本上五秒钟呢 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数字 好确定 那我们看到啊 这边其实已经在监控数据了 已经看到有数据监控到 每一个数据代表什么意义啊 这是我们后边需要慢慢来真正搞明白的 这才是性能这个指标的一个重点 工具的监控而使用就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除了监控Windows以外 也还可以监控Unix的操作系统 那么把Unix的资源加进来 同样的方式啊 指定Unix的一个地址 然后呢 再指定它的指标 但是Unix指标呢 它跟Windows指标不一样 而且它提供的指标数量相对来说 比Windows要少一些了 这边监控Unix的时候呢 我只是给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要让那个Lowrunner能够监控这个Unix的话呢 必须要Unix上面有一个进程式运行的 RSTATD 就是我们的这个Unix或者是Ninux操作系统上必须要运行这么一个进程 如果没有运行 我们直接可以去下载 然后让它运行起来 这样的话呢 它才会对外界提供这个性能数据 必须要把这个进程运行起来 直接下了一个安装就行了 那么运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远程来监控这个服务器的相应的对应的性能指标 OK 这是它跟Windows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 Windows的话就是要求我们 如果是监控远程的电脑 必须要以管理员的身份能够登录进这台电脑 访问它的共享目录也好 或者是直接是用NetU这个命令 跟这个远程的电脑建立好这个连接都可以 那么对于Unix来说呢 它不需要你的登录 但是呢 这边必须要运行这个进程 OK 这个进程相对于就是为外界提供监控数据的 那么其他的操作方式呢 都一样了 都一样 我们把这些数据监控到了 通过Controller 或者其他的一些监控工具 第三方的也可以 监控到了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做的就是 针对获取到的这些数据 进行分析 找到性能测试的问题 生成性能测试的报告 甚至呢 去验证 我们这些性能测试 到底这一轮 A版本 B版本 C版本 每一次版本更新 有没有对性能影响 或者性能有没有改善啊 等等 做的就是后边这些工作了 而这些工作呢 事实上工具给我们提供的东西更少了 分析 什么样的逻辑 每个人可能差别很大 你看到这样同样的一张数据 你可能感受到的是逻辑A 结论是A 我可能感受到的结论应该是B 甚至A和B是结果不同的结论 都有可能 这个呢 是需要我们很深的一个功底了 就是我们呢 要能够很清楚的知道 性能测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这个场景是怎么设计的 对应的每一个指标 代表什么意思 这些指标相互之间 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很清楚 才能够说 把这个性能测试的后续分析 把它搞明白 如果我们把这些分析都能搞明白 其实呢 我们在去设计性能测试方案的时候呢 也都没有什么难度了 所以啊 其实大家回过头来 现在来看一看 你会发现 我们对于load runner的工具本身的运用 到目前为止 这些点其实都是简单的 无非就是一些功能点嘛 把它会用就行了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变化的地方 脚本啊 参数化呀 关联啊 这个检查点啊 事物啊 思考时间 集合点 还有包括 还有包括controller一些基本的应用 这些东西呢 刚开始学你可能有点不适应 但是你多练练 你就会了 你练个两三次 基本上你也知道怎么操作了 但是 后边的一些东西 它也真不是简单练习练习啊 这个思路就能打开的 因为你可能面对的不同指标 甚至面对这个指标展现出来的数据 都是不一样的一些趋势和规律 怎么办 这就是啊 需要我们有很强的 很清新的一个分析的图了 而且呢 前提就是 对每一个指标 对我们的场景和我们的系统 都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以后 那么根据这些指标来做分析 这个呢 我们后边呢 就会专门安排几节课啊 来给大家慢慢的来来分解 希望呢 能够让大家找到这种感觉 尽快的找到这种感觉 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去做性能测试 你都不至于啊 束手不测 不至于呢 像很多一些这个 没有正儿八经去学习过的一些同学 可能呢 就会拿个工具 录点脚本 并发个用户 基本的东西弄一弄 没了 这种性能测试 测出来的东西啊 也就只能 这个 哄哄客户 对吧 欺骗欺骗领导啊 看我做过了 也有点结论了 但是真正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不见了 OK啊 那这个呢 我们就对于整体的一个介绍 就先到这儿 就先到这儿了